我又回来了 妈妈 不要记得 我挺好 我可好 我师父也很 就没放下 现在我也 我也是老人 来家里家里的儿子 近日 国家的孩子梁尹梅 从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来到江苏省扬州市 与阔别六十四年的 亲生母亲相聚 生母丁正华 已九十五岁高龄 梁尹梅 也已年过花甲 一个甲子 一生妈妈 让多少人 潜然泪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国南方多地的 大批孤儿 陷入粮食匮乏的困境 牛奶和肉食 相对充足的 内蒙古草原 向孩子们 敞开了怀抱 从江南到塞北 历经三年的生命迁徙 共有三千余名孤儿 被送到内蒙古抚养 成就了三千孤儿 入内蒙的家画 他们也被称为 国家的孩子 六十多年 如白居过袭 国家的孩子们 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 长大成人 结婚生子 渐渐老去 随着养父母相继离世 孩子们寻根的愿望 愈发强烈 梁尹梅退休后 成为乌兰夫纪念馆的 义务讲解员 以亲历者的身份 为游客讲述那段历史 作为国家的孩子总联络人 她经常组织生活在 内蒙古不同盟式的孩子聚会 十几年来 收集了大量资料 帮助孩子们寻亲 然而茫茫人海 自发寻亲 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实际上就早放弃了 我说我就是给别人寻 我就不行不行了 转机出现在2021年 公安机关依托全国 DNA数据库 开展团圆行动 国家的孩子开始求助民警 来寻找自己的亲人 2023年 护和浩特市公安局 回民区分局 对近50名孩子 进行了血样采集 并游寄到浙江 江苏等地进行检验 比对 在这次的检验中 有好几位叔叔阿姨 就找到了自己的亲属 找到了家 江苏常州 浙江嘉行 安徽合肥 2024年前半年 梁吟梅三次 带着国家的孩子 南下回家 亲眼见证了 一幕幕亲人团聚 被感动着 也羡慕着 民警告诉记者 寻亲的难度 不在于技术鉴定 而在于排查核验 完成这一重任的是 当地的志愿者团队 我发动了媒体 我们的电视台 我们的广播台 在用大喇叭 在我们各个厢镇 播了几个月 家里边有小孩丢失的 过来采血 然后把他们的血样 入库 这样就可以为这些 寻亲人铺开一条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 5月志愿者们终于打通了 梁颖梅 寻亲路的最后一公里 在扬州市江都区 找到了95岁的丁振华 我们给他采血的时候 告诉他 有可能要找到你的女儿 他说真的吗 真的找到吗 经DNA检验比对 丁振华与梁颖梅 符合单亲关系 结合调查情况 认定丁振华 是梁颖梅的母亲 做每一个日善家庭 不能失去自己的团圆梦 我妈妈去世的时候 我就哭的时候 我又成了骨儿了 我现在又找见妈妈了 跨越1400多公里 阔别64年 重逢不已 其他国家的孩子们 纷纷上前拥抱妈妈 感受着自己 尚未找到的温暖 任亲已逝后 志愿者为他们再次采血 继续帮助他们寻找亲人 六十年前 国家散局 帮我们到了内蒙古 挽救了我们生命 现在国家又一个散局 团圆行动 又让我们再找回自己的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